这个视频是凤凰古城两天一晚的旅行攻略 会先以截图的形式放我写的文字攻略 截图的文字内容,欢迎进我主页查看 之后是行程记录和攻略相关的内容 感兴趣的欢迎继续观看 现在7.38再等7.52长沙南到凤凰古城的车 7.52开10.05准点10.05 凤凰主站10.05准时 高性价比 出租车高铁专线接驳车,经济实惠 就是它的接驳车三种方式 我们坐着的,这边是左边持旋幅入口 中间乘车 售票7元美人 7元美人 微信扫码都票 好,先扫码 接驳车路线都 一号二号,我们坐二号,南华里 这里就是做旅游专线的,我们要坐二号 好,人还算可以吧,还比较多 到南华里了,十点五十四,二十分钟都没有 还蛮快的,看单周边 走在古城外的街道上,点着套餐,棺菜鱼 凤凰大桥,又称南华桥,1979年 这就是风雨桥,在这里,路口 然后这里去找来的,书衣服开写生的店 怎么忧郁,感觉你很忧郁啊 塔西,没有拍照 江边都是拍照的,看一部,一部,两米一顿拍照的 这个表演是几年开始的? 现在开始了 刚开始了 现在开始了 已经表演了很长时间了 几年半 那就二十多分钟了 红桥,红桥里面两边,怎么都是商铺啊 我还以为就是和桥 晚饭,有没有鸭,雪啪鸭是吧 看上面是什么,抽豆腐 这是什么 那个什么,酱什么 雪啪 雪啪 这雪啪到底是什么 这都是什么,三笋炒肉 这豆腐肉也能吃吗 能吃啊,草子里面怎么能吃 唐代的武童四省 武童四省唐代的 明清阶段 你看,河江从西侧山区 文物资源 组装 组组 组织殿堂主桥主洞宅 田市组织 江天广场 这是啥? 另外一个卖东西的地方 这个 齐峰山 齐峰山 它这是重建的,以前是1978年 万寿工 这个不提帮主里面的药 我们住里面山 不能住两个 这个是准的安 我以为是华的安 那是准的安 田新树故居 1836到1877 天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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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宫是谁? 天后宫 免费参观 天后宫是谁? 这是免费参观 天后宫是谁? 天后宫 天后宫 妈祖的 明朝改名天飞 清朝改名天后 商会 美与田 凤凰祖辰 旅游区主题游线 美与田 孙逸 主题游线 哦 凤凰祖辰旅游区主题游线 哦 这里 看一下我们去了哪里 我们来走到一半吧 这边一半多都走过了 国家 雪桥 万寿中 万明堂 这边也基本上走了 可能就是那后面的几个桥没走 什么月桥 云桥 不都也不知道那几个桥 南华山 南华山没有 这个拍得动吗 没有 拍得动 田军界渡居 然后现在改成了一个文化展览馆 姓张的 档文哲 提督 提督是什么水性 哪里 整童文渡居 他还是历史学家 86 是凤凰吗 后面是它的尾巴 这都是水 这都积水了 但从正面 正面真的不太像 侧面 侧面好弹一点 侧面好弹一点 正面就很企图 凤凰 凤凰飞舞 嗯 这样就像凤凰了 来 我们给凤凰拍段照 超花鸡 要试试一下 你看得白白的 可是我跟白切至少都白了 我们又走到了虹桥中路 来找一家泡脚的地方 不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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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舒服 感谢看完文字攻略后的这段视频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收到你的点赞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或者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 谢谢大家